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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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祈福民俗有温暖 美食盛宴有温度 相聚瞬间有温情 我们在兰昌过好年 工作大家合家幸福 牛年大吉 此外 在景区优惠方面 滕王阁景区推出 滕王阁2021五福奇聚 福运满园文化游园 滕王阁2021年盛世中国年等活动 景区淡季门票价格45元 延续到2月底 滕王阁号邮轮提前一天预定 可享受七折优惠 童元侠景区致敬城市打工人 医疗 环卫 地铁工作者免门票 南昌建景区门票及部分文创八折 静前县洪攘农业博览园景区 碧水庄园景区 里渡烧酒作坊移植景区 一律春节免费游 南昌美岭半价游 南昌天香园花展 现役军人免费入园 每周五下午大门票半价优惠 方大特纲国家3A级工业旅游景区 团体组织免费入园 小年制年未农 在平乡上立县的赤山镇 文化志愿者们把耍牛灯 送春莲等多彩民俗 送到田田地头 让大家感受到农农的年味 在上立县赤山镇湾里村 喜庆轻快的牛带茶灯表演 吸引了不少村民前来围观 小小的舞台上 一人在前提着用竹灭扎至胡纸 而成的牛灯 一人在后 扶梨边歌边舞 采茶女则表演 茶女采茶首尾呼应 热闹喜庆的演出 让人们喜笑颜开 因为前几天 我们这边的过年的氛围 都还没有起来 但是今天这么一耍牛灯 一天一写春联 整个年味就足了 过年的气氛都起来了 特别的热闹 新的一年呢 希望所有的家人 都能够健健康康 工作顺利 然后希望村里面呢 也能够 我们的美丽习乡村 能够越见越好 牛带茶灯 是上立独有的 飞夷文化传承 每到春节 艺人们都走村串户 进行表演 宣传农耕经验 伦理道德 敬天爱地等 传统的中国文化 表演以锣鼓 唢呐 二呼等名乐为配器 多人表演歌唱 乐调节奏明快 语言晦谦幽默 不仅在上立的乡间 广为传唱 还影响辐射到 宜春 湖南礼陵等地 历年来都有点 这个习惯 散流灯 圣群连 文化下乡 这个活动 记得到人们 新的一年 五股分灯 六出新万 这个生活 风风发化 这个美好的一个向往 一个人望 你看他们都是 喜喜扬扬的 每个人都是非常高兴 幸好彩天 来到这里 参加这个活动 随着春节日益的临近 各地都出台了不少的 暖心举措 保障在干人员就地过年 作为旅游业的 服务窗口之一的酒店 又会有哪些贴心服务呢 今天我们就走进了 南昌的一家酒店 南昌立高皇冠假日酒店 坐落在干江之滨 是一家五星级酒店 为了给客人舒适满意的服务 这个春节 酒店很多人都选择 留守岗位 就地过年 您会来自哪里的 河南的 河南的 那今天会回去过年吗 不回去了 现在就是 小英政府的倡议吧 就是都提倡的 留在原地过年 我就回家留在南昌过年 然后也为了 就是作为酒店的 一个一线员工 为了为酒店 为我的客人提供一个后勤保障 我们酒店90%的外地员工 都选择在本地过年 为流干人员 做好了后勤保障工作 让他们能够在异地 过一个安心和美的中国年 在疫情防控方面 在酒店的各个入口 做好了防疫测温 扫码工作 提示进入酒店的客人 戴好口罩 为客人准备消毒洗手液 消毒湿纸巾等防疫措施 那我们餐厅呢 在入口的测温处 采取了间隔落座 避免聚集 我们的客房清扫 打扫后进行了通风换气和消毒 针对人流量大的公共区域呢 做了定时消毒 酒店所有的服务人员 每天进行两次测温 全天佩戴口罩 为客人提供一个安心的入住体验 为了保证春节期间 大家能放心就餐 酒店还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调整了服务方式 推出了多款年夜饭套餐 把原定在年会厅举办的年夜饭 全部升级到了安全性更高的 将井包房 尽可能地避免人员聚集 而最让人心动的一项服务则是 把年夜饭带回家 来 里面请 这就是我们将井套房 年夜饭的一个场地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哇 非常温馨的 就是有布置了 什么福啊 牛啊 对 对 还有小吃 是的 都准备了精美的小吃 是 是 是 那前面就是我们的将井房了 对 来 我们里面参观一下 OK OK 哇 这么多牛啊 是的 牛年 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菜品吗 是的 是的 这就是我们的十全十美 这十全十美 就是今年立高皇冠假日酒店 推出的外带年夜饭了 皇冠海鲜会脆 豹汁清远鸡 红火猪手锅 港式烧鸭 玫瑰吊烧鸡 脆皮乳鸽 脆皮鹅翅等等 同时还有一款主打的海鲜盆菜 内含聊生鲍鱼 花椒 瑶柱 大虾等珍贵食材 这些菜品都是酒店特别设计的半成品 在家里简单加热就可以端上餐桌 一桌年夜饭操作就是这么简单 在这特别的年夜饭旁边 记者还发现了一款别致的年糕礼盒 这个鱼是年糕 是的 做成的吗 是的 那这金元宝呢 金元宝也是年糕 也是年糕啊 是的 那我觉得 都可以食用的 而且寓意非常好 两条鱼和一个金元宝组成的年糕礼盒 寓意着年年有余 步步高升 招财进宝 年夜饭 年糕礼盒 这些特制的年味好货 只要关注南昌立高皇冠假日酒店微信公众号 就可以购买了 当然 您还可以来酒店 品美食 看美景 酒店二层的亚西亚餐厅 过年期间也正常营业 为两道私人的小聚提供便利 同时 为了感谢白衣天使的付出 义务工作者到酒店就餐 还能享受门市价七折的优惠 祝大家 新春快乐 牛年大吉 收看本节目更多精彩内容 你还可以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首出新单使命 百建革命文物说江西 革命旧纸片 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 赣州瑞京红军革命历史纪念塔 在瑞京的叶平革命旧纸群中 有一座造型十分独特的标志性建筑 远远望去 它犹如一颗紧闲待发的炮弹 它就是全国重点烈士建筑保护单位 红军烈士纪念塔 1933年7月11日 为了包扬先烈 永远纪念历年来 在革命战争中光荣牺牲的红军指战员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 在第45次会议上 决定兴建红军烈士纪念塔 建造地点选在叶平的红军广场 纪念塔由中阁军委总参二局副局长 钱壮飞设计 梁伯台任工程指导 红军烈士纪念塔 于1933年8月1号动工新建 塔高13米 由炮弹型的塔身 还有五角形的底座组成 这寓意着党指挥枪 枪杆子里出阵权 在塔身的四周 我们还能够看到 镶嵌了一颗颗的小石块 这些小石块则标志着 红军烈士纪念塔 是由无数的革命先烈 用他们的鲜血 才凝聚而成 在塔座的四周 分别镶嵌有 毛泽东 朱德 周恩来 等九位领导人的提词 这些提词内容 不仅在深界的缅怀革命先烈 同时也为苏文埃前进 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的提词中写道 在反对帝国主义 与土地革命的伟大战斗中 许多同志光荣地牺牲了 这些同志牺牲 表现了无产阶级 不可战胜的英勇 奠定了中华苏维埃 共和国的基础 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 正在踏着这些同志的血迹前进 推翻帝国主义 国民党的统治 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在红军烈士纪念塔前 地面上的正中间 也平铺了踏着先烈 血迹前进 八个仓劲大字 这就与红军烈士纪念塔 构成了一幅完整的构图 在生活条件艰苦的革命岁月 修建这样一座纪念塔 并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 1933年八月工程刚开始 中央苏区就掀起了一股 自动募捐的热潮 当时参与募捐的单位 组织有很多 中国工农红军残废院 捐大洋二十一元二角九分六里 直属医院政治部 捐大洋八元七角一分 医军团八月三十日来电 以集中捐款二百四十元 老百姓更是节衣缩食 在有限的津贴和伙食费中 节省出一元两元 甚至是一分两分来支援 纪念塔的建造 1934年1月31日 红军烈士纪念塔顺利落成 落成的第二天上午 苏维埃中央政府隆重举行了 红军烈士纪念塔揭幕典礼 典礼上中央军委主席朱德 号召大家要继承先烈一致 踏着先烈血迹前进 彻底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 如今的红军烈士纪念塔 是于1955年重建的 塔身上从上数下来的第三个字 烈士的烈字 是当年保存下来的真迹 唯一的一个 1934年10月 红军主力长征后 整个中央苏区遭到敌人的摧残 以为废墟 红军烈士纪念塔也被拆毁 那么这块烈字石碑 是如何完整地留存下来的呢 在当时有一位村民 一位信谢的大娘 他是不顾自己的生命危险 闯进了这一片被国民岛占据的废墟当中 发现在这整片废墟当中 只有烈子这一块石碑 字体是完整的 是没有损坏 所以在那个时候才奋不顾身地 将他抱回家 藏在家里的鸡窝里边 这一藏 就藏了有20多年 在他得知红军烈士纪念塔要复原重建的时候 他就将这一块藏了20多年的石碑 主动地捐献了出来 那个时候呢 就有一位记者问他 您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保护这块石碑呢 就在他沉默了许久之后 他含着眼泪 小声地说了一句 因为在我最小的儿子最后走的时候 我连最后一眼都没来得及看到 当我在废墟当中 看到这样一块石碑的时候 仿佛间就看到了我这位小儿子一般 战火纷飞的岁月 苏区人民为了保卫苏维埃革命胜利果实 义无反顾 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父送子 妻送郎 父子一同上战场 这样的感人场面 常常在中央苏区上演 在当年中央苏区的红字中华报里面 在一个家父里面 有一幅画就是画了八个兄弟 那边上的话呢 他就有一幅那个报道 就是报道了我们瑞京下校区 一个农民家里面 八兄弟全部上前线 参加红军的这么一个报道 没想到因为战争是非常残酷的 他们八个儿子全部壮烈牺牲在战场上 这个故事非常轰动的 大家都不太理解 为什么八个儿子全部送上前线呢 因为从输去来讲 当年在风险社会 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阶段啊 你像他们这个家庭 作为八个儿子 那是八个劳动地啊 那作为家庭是非常优越的条件 但是呢 因为在国民党统治 他没有田地啊 他只能是给地主当牛做马呀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是因为有共产党 有了红军来了以后呢 大土豪分田地嘛 把田地都分给老百姓 分给了清普人民 那么这么一家人 分到田地以后 他非常高兴啊 生活有了保障啊 所以他感谢共产党 感谢我们红军嘛 所以就把八个儿子呢 他送他上前线去了 但这个世界报道以后呢 影响很大 而且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当年呢 苏区很多机关干部 有的是部长 有的是书记 这些机关干部 纷纷地报名参加了红军 一家八子参军 前仆后继 壮烈牺牲的事迹 是苏区人民 倾尽所有支援革命战争的 一个缩影 而锐进 当时的红色政权所在地 贡献尤为突出 那时候锐进全县 仅有24万人 而参加红军的 就有4.9万 几乎所有的青壮年 甚至14岁 15岁的孩子 都加入了革命队伍 但很遗憾是什么呢 剩下的 有名有姓的红军烈士 只有一万七千多人 为什么 很多上午上的战场 下午肯定就牺牲了 还不及登记造词 就牺牲在战场上 在中国革命这条 波澜壮阔的长河中 不计其数的红军 前仆后继 为革命流进 最后一滴鲜血 如今 红军烈士纪念塔 已成为后来人 对革命烈士 寄托无限哀思的地方 这座革命烈士 鲜血凝固而成的 精神之塔 将永远在人民心目中 放射出 夺目的光彩 这座革命烈士线的 革命烈士线的